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化疗传统也叫做细胞毒性的治疗 我们前面也谈到 化疗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行全身治疗 化疗药物进入许业以后 我们随着许业可以走在全身的部位 只要你的许业打得那边 这个药物都为难 所以它的主要治疗目的 就是就是全身的一个 呃如果有转移的话就全身有转移的功效 下场如果没有转移的话 它可能起发一个很 很预防性 那么呃 并不是所有种的都需要化疗 那么对于比较早的病人 特别是早期肺癌 早期DMI 甚至一些胶质 胶母起发疗 包括一些生殖细胞 我对于这种呃 就是很早没有出现的蛮转 也没有决定感的 其实简单通过呃 局部的手术 我们叫局部手术 是个局部放的 也就是说局部治疗 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控制 我们对于这种病人呃 做化疗来说 其实呃是有百害无益力 那么也有研究已经谈到过了 我们对于早期的病人 比如说EA7 EB7 像这样的病人 那么你即使做化疗 100个病人 真正获利的是小于 小于3个病人 比如说真正获利的只有3个病人 那么极大的时候都是佩戴准处 比如说花了那么多钱 来接受那么多药物的 其实对它本身的生殖 或者本身的过滤 没有太到的问题了 呃 那么哪些病人需要做化疗 往往是对于那种晚期病人 或者是局部晚期病人 需要跟比如手术前 先做心肤化疗 然后能够接受手术 或者是呃 局部比较做暖 或者说是同步化疗 然后甚至是呃 到处都转移了 那么这时候 国家通过权的质量 直接化学质量 这是我们的应该质量 得起到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做了 我们的自己的情况下 它会到了很好的营销